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我們肝補的主要功能是修復肝細胞,清肝排毒,保護肝臟健康,改善睡眠,強化肝膽和減淡食斑。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好,來到我們監防實錄第七集的下一節。 今集是說你正正式被法庭定了罪,而法庭也要判你是機留, 那你就去到法庭的抽格,收牙室的程序。 上一節就說到你去到收牙室被警察收了之後, 要做一輪手續,要把你身上的東西拿走,等到懲教署的職員, 押戒組,來到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時候你已經不可以打電話了,所以最好就是, 如果在裁判處的抽格裡面,如果可以打電話, 你就盡量可以打電話,很多人打的,很多人排隊的, 如果沒有人,最好,如果沒有人輪的,你就說久一點, 如果有人輪的話,你就盡量打電話給老婆,太太, 不,sorry,老婆就是太太, 對朋友,父母,報你的情況,這樣, 都挺難受的,千斤蟲, 好了,這一節就是講正正式式, 你要面對懲教署職員,就是監獄職員之後的過程, 我假設理解的身份,就是被法庭定了你有罪, 而是未判你有刑期的,未判你刑期的, 可能是等報告,可能是等判刑等等, 當懲教署的人員來到之後,是會做一個徹底的手薪, 徹底的手薪,你要除掉所有的三褲, 做一個目測的身體檢查, 看看你有沒有入圍禁品, 頭髮也要塗的,耳孔也要塗的, 當然看看你有沒有穿豬, 在這裡,如果假設, 同樣,你是曾經在紀律部門做過的, 比如說警察,懲教署,消防,海關, 甚至乎ICAC, 我建議大家, 要在入圍禁之後,第一時間, 跟警察說, 你是曾經當過警察,做過紀律部隊的, 警察就會告訴懲教署職員, 這個犯人曾經在紀律部隊做過的, 這樣,懲教署會對你有特別的安排, 特別安排就是特別的照顧, 因為你曾經做過紀律部隊, 在他們懲教署來說, 是屬於敏感人士, 他會有另一個安排, 這個日後再說, 當懲教署的人員來到, 就會安排你, 拍照,檢查你身份證, 看看認清你的是否人, 還有就是, 他要等法庭的渦論, 法庭的渦論, 在上一集, 我剛才跟大家說過, 官判了你有罪, 官判了你有罪之後, 判你收押了, 一定呢, 法庭也出一張渦論, 也出一張叫做, 法庭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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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懲教署是不可能, 壓你例子國, 你記住, 他一定要等這張紙, 這是法庭書記住, 做得快就快, 做得慢就慢, 等齊殺的文件, 懲教署職員, 就會將收押室, 所有犯人, 排隊, 兩個兩個, 然後鎖上手扣, 懲教署手扣, 和警察的手扣是不同的 懲教署的手扣是笨重很多的 我想大家可能在一些相片看到 譬如曾蔭權這些名人 他被押解的時候 雙手鎖住的手扣 我們叫孖葉 和警察那些不同 警察那些輕巧很多 懲教署那些笨重很多 很重的 就會是兩個人 扣住一個手扣 媽公仔 連同所有的隨身物品 隨身物品已經交給警察 警察已經交給成效署了 連同法庭命令 一起上籌車 除非你是在地院 或者是在高等法院 在重犯 地院也可能不會 高院 你一重犯 才會有一個特別的籌車 我們叫Cat A車 什麼叫Cat A呢 籌犯是分幾類的 Cat A Cat B Cat C Cat D A B C D 假設你不是Cat A 假設你只是普通的犯人 那你就會上籌車 上籌車 幾個人 整架籌車看看多不多人 總之那天 我們叫做撈了 撈了籌室的人 是回荔枝角的 上到籌車 兩個兩個錯號 上到籌車之後 基本上 你和世界與世隔絕 在籌室當然是與世隔絕 我的意思就是 在籌室你不會有這個感覺 在籌室你只是有一個恐懼和寂寞的感覺 當懲教署人員 把你收了 接著是 押上籌車 由裁判處的 法庭的籌車 或者是地院籌車 上了車之後 你就會重新見 外面的世界 但是心情已經不同了 因為你已經是一個被驚訝人士 你會有感覺 看到日常你在街邊走過 都沒有留意的人 跟你的距離會很遠 會很遠 這是一個心態問題 因為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 自由自在在街上再走 再看這個 在籌車裡面 看著外面的世界 是一個 另一番的感受 大家也看到 可能是一些新聞片 看到一些記者 影入籌車裡面 那些被 準備去收押的人 眼光的表情 都是很茫茫然 很茫茫然 很目睹 除非 最近那些社會文人士 戴耀廷 王浩銘那些 在籌車上 都還會笑 這是另類 你們笑不出 沒有人會笑得出 沒有人會笑得出 除了一種人 就是很習慣的 那些職犯 那些職犯 就是經常出入監房 那些 那些我下面之後再說 那些 你會跟他的世界 就如世隔絕了 也都看著外面的世界 會有一番感受 當籌車開的時候 看看你在哪個法院 所有法院 最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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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粉嶺 全部的 收押犯 一定是去 荔枝國收押所 荔枝國收押所 紅梅谷道 紅梅谷道 其實就是美孚隔離 美孚隔離 那些車 在駛入 荔枝國基壓所 那些過程 你再看外面的街道 再看外面的車 再看外面的人 基本上就是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感受 百般滋味在心頭 當籌車 駛回到荔枝國 駛回到的時候 你正正識識 你就要在荔枝國 過你的第一個晚上 當籌車 當然啦 那些籌車不一定 直接駛到荔枝國 不一定的 可能 要去九龍城法院 又要去 觀塘法院 罵到觀塘法院的人 一次過介入 這個籌車 一次過介入去荔枝國 這樣 那在這裡 正正識識 就是 籌車就駛到 回到荔枝國 收駕鎖 入大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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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大門 入大閘 之後關門 就會叫你下車 下車去一個地方 叫指無放 大家在新聞報紙都看到 通常都 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都拍到 那些鏡頭真的很厲害 在荔枝國很高的地方 在很遠的地方 都可以拍到 荔枝國收駕所裡的情況 囚犯下車 下車都戴著手扣 排好 進去荔枝國收駕所 的指無放 什麼叫指無放 英文叫Reception Reception Office RO 即是一個收犯的地方 一個犯人 進入監房 或者 要出監房 都一定要經過一個指無房 指無 手指無 手指無的地方 這個是一路叫可樂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叫指無房 而不叫收駕房 都不太清楚 那你第一次接觸程教署的職員 程教署的壓界組職員 你記住 程教署的壓界組職員 是不會難為你的 不會難為你的 他只不過是當運送貨物 你什麼什麼 你是誰人 我犯了什麼法 法庭要拘捕你 法庭要收下你 他就當你貨物 這樣走的 在押送你的過程 沒有廁所去的 所以你在機樓室的時候 儘量有廁所去光 因為如果不是 可能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你不能去廁所 在那時候 你沒有心情 再加上你內急 就很難受 很難受 去到黎智國 入了指無房 等很久 一個很繁複的手續 就會有職員去問你 你是誰 你住在哪裡 你犯了什麼事 知不知犯了什麼事 他會問你知不知犯了什麼事 所以他一定會問你的問題 就是 昨晚睡在哪裡 昨晚睡在哪裡 為什麼呢 其實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為什麼我昨晚睡在哪裡 昨晚睡在哪裡 關你什麼事 這個是關於一個保安的問題 也是關於一個 有沒有抓錯人的問題 就是 日禮之國的人 未必 未必 是 法庭 拉進來 未必在法庭的經驗室 是 按法庭的命令 收入你 因為有些 可能判你 感化令 或者是 判換刑 換刑 而你在 期間 你是違反 違反 換刑 令 或者違反感化令 的時候 懲教署 一些叫做 福利組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他認為你是違反 這個令 會有一個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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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回令 那麼 他就會搭著你 搭的士也好 什麼都好 就會是 帶你回荔枝國 在那裡 是 入荔枝國的 入荔枝國的 所以他問你 有時候 問你睡在哪裡 是一個原因的 這點其實我也不是搞得很清楚 雖然我曾經是做過 懲教處職員 但是我也不是搞得很清楚 總之他一定會問你 你昨晚睡在哪裡 問你很多事情 接著他就會做一個守身 守身 守身 現在沒有通貴的 現在 通貴大家知道是什麼 就是 直掌檢查 就是把手指 伸進你的肛門 看看你的肛門有沒有創毒 現在沒有了 現在全部是個X肛 全部是個X肛 那麼 處理好所有的手續 你就要準備換衣 換衣 把你的身上所有的衣 是脫下來 這個會是在做這個 身體檢查的時候 就是 X肛的時候 那個X肛的時候 做完 那你就要換衣 我假設你是一個 叫做 後審 不是 後判 後判 後判犯 我們俗語叫做拋 我們叫做拋 就是說 定了你罪 受機押 但是未知你刑期 那就叫拋 拋 剛才我看上一集 叫做直通車 什麼叫做直通車呢 就是你沒有經過這個過程 法庭直接判你 坐多久 這個已經叫做拋 一個拋一個拋 是你兩回事 當你 我假設 我不說直通車 我下集再說 當你是一個後判刑犯 一個拋的時候 你穿的衣服 不是正式籌衣 是會穿一件 啡色的 灰色的籌衣 不是啡色的 監犯 是啡色的 後定罪犯 是灰色的 灰色的 灰色的衣服 你換衣服之後 就 已經正正式式 你已經是一個犯人 之後會怎樣呢 下一集再和大家說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空油去屍 固法 浴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護系列 火水 提供